上个礼拜经过我们福院党同仁的讨论 我们已经确定针对828公投执政团队不提对岸 那外界有一些讨论也有主战组合的说法 但是我认为这些讲法都不精确 因为公投不是作战 是政府跟人民沟通的机会 唯一要考虑的是要怎么样说比较清楚 要怎么样对话比较能够化解疑虑 那为了要积极向民众说明 做好社会沟通 我也要求我们执政团队 要把公投的结果对国家整体发展带来的影响跟冲击 清楚地来告诉台湾人民 我要在这里强调的就是说 增加天然气减少燃煤 发展绿能非核家园 不仅符合国际关切的气候变迁的趋势 也是我们落实能源转型目标的具体做法 那么另外呢 以国际标准及确保食安来处理猪肉进口 涉及到台美关系跟国际经贸的布局 也关系到台湾在激烈的国际经贸变局中的生存空间 那么我们选择不提公投对案 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阶段 我们有方向 也有策略地在推动能源改革 也努力要让台湾和国际能够接轨 那么这些策略跟方向 我们有必要让更多的人民了解 我们已经着手准备各项的政策说明 那我也希望我们全党上下 要把这次公投视为重要的政策沟通的机会 和民众直接面对面 用最浅白的方式 用最清楚的说明 把我们的立场说清楚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 说服所有的支持者 相信我们有永续的规划 长远的布局 细致的策略 有能力带领台湾 衡风破浪 在重重的挑战中 度过一关又一关 落实各项的改革 让台湾在世界上有更宽广的空间 那谢谢 谢谢大家